玉里镇中城国小为了要宣导交通安全 强化学子们养成良好的交通安全观念 减少事故发生 特别邀请玉里分局交通组承办人 钟祥敏前往实施交通宣导 玉里镇分局更是呼吁职业驾驶朋友 延远夏日长时间驾驶大行车非常辛苦 请务必遵守花莲县政府行事指定的路线 并适时的休息养经蓄锐 并规定在时间内行事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玉里镇的中城国小为了要宣导交通安全 更是强化学子们养成良好的交通安全观念 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特别邀请到了玉里分局交通组的承办人 前往实施交通安全宣导 也特别请学生们提醒转达家人 红灯不闯 黄灯不抢 绿灯不冲 久后不开车 指定安全驾驶 骑车机车正确配戴安全帽方式 等等正确交通的安全观念 今天来讲交通宣导 交通安全宣导最主要就是要告诉各位 趋吉必修 我们中国的有个古老的观念 好的都一直来没关系 坏的尽量比他远一点 这个趋吉必修 我们从以前到现在就是这样 我们交通安全也是一样 告诉你怎么样才三人 怎么样是三人 玉里分局更是呼吁职业驾驶 延延下日乘时间驾驶大行车悲伤的辛苦 请务必遵守华林县政府行驶指定路线公告 以及适时休息养金蓄锐 并且规定时间内行驶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交通教育是提升整体交通安全最重要的一环 交通宣导不只是刑事宣导 更重要的落实观念传达 利分局利用各种机会宣导交通安全的观念 让民众体悟到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也让民众了解到警察取缔交通违规并不是扰民 也不是为了拼孝鸡 是为了要让大家快快乐乐出门 平平安安返家 记者高双双玉政采访报道